产中介 那Summer今天呢 因为这个预体为和 休息一天 那希望他早日康复 那我想在今天的 新闻今日台的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警方对于稍早之前的 这个国家党的 这个算是丑闻吧 对不对 绯闻丑闻的综合版 的Sarah这位女主角呢 开始进行了调查 对不对 那Sarah怎么说的 其实我觉得 她真的是挺无辜的 她 那Sarah当然是说 她不退嘛 对不对 她觉得她不会 这个因为这个事件 影响到她自己 她就不退 表示说呢 她没有辞职的计划 那当然呢 这个话说 这个这一段 我想这个雪飞应该很清楚嘛 他们这一段来龙去脉嘛 对不对 就简单的说就是 对吧 这是两个人都搞了婚外情 本身就是很丑了一件事情 有一段时间 虽然呢很秘密 但是最终分手之后 这个男的 这个Jilimi Rose 就跟人家说 他跟Sarah有那么一段 一段好了 一腿不好听 一段有那么一段 但这是个大忌 对不对 本身就是婚外情了 两个人好像都是不伦之类 本身都有伴侣 Sarah有老公 然后Jimmy也有老婆 对不对 那照讲好聚好散 但是散的时候 Jimmy把这个事情 说出来之后 Sarah当然第一时间 你想想看 如果两个情侣吵架 那理论上来讲 都大家就是由爱生恨 都没有什么好话 对不对 那Sarah一看 居然Jimmy把他们的绯闻 给爆料 所以他就说 可能发了短讯 短讯里面好像那句话 意思就是说 你去死吧 你翻译成中文 就白话一点 应该是 Deserve to die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 怎么讲 应该是气话 不管是不是气话 因为他们前面讲了很多 那女的其实一直在骂这个男的 大概骂骂骂骂 骂到最后一句话说 你去死吧 气死老娘的意思 对不对 但问题是呢 这个匿名人士 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短讯对话 送到警方去投诉了 说呢 这个Sarah呢 这个交说 这个在 得有点像网络霸凌一样 要机密呢 去自杀 就这一句话 然后呢 机密呢 也承认说 因为这一个短讯呢 他当时真的不想活了 首先 就是这一点 我们看啊 比方说 太感人了 对不对 我们两个人的短信记录 匿名人士会交给警方 你觉得除了我或者你 谁会帮我们俩的警方 当然警方现在不能讲说 是谁给警方呢 警方就说 一位匿名人士来报案 说呢 机密呢 收到了这个Sarah的这个 类似霸凌 网络霸凌 叫他去自杀 因为在纽西亚有修过法 在网络上呢 你不能霸凌人家 在网络上匿名啊 什么你骂人啊 这些是犯法的 就有的时候 感觉这个法律 真的好奇怪 就像先前也有一条法律 就比方说我们俩吵架 吵得再厉害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 我要杀了你 你要抓住这句话的话 就犯法 那你不如杀了他 一样撞 不开玩笑啊 千万不能做傻事 但所以呢 在这里呢 很多事情是不能觉得说 我只是说说 Sarah当然今天在警方 已经正式开始调查的当中 第一时间 他所谓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退让就表示啊 他并不准备辞职 对不对 因为有人问他说 那这样子 这个讲起来又是绯闻 又是丑闻 对不对 你有没有考虑啊 退出政坛 因为毕竟来讲 Sarah呢 她是在Invocago的选区啊 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对不对 是现任国家党 在选区啊 获胜的国会议员 当然呢 这个党魁 Simon啊 立刻就要跳出来 对不对 来护驾一下 那Simon呢 说啊 他认为这个Sarah 应该可以非常好的服务选民 就是跟他的私生活无关 那当然他没有认为呢 他 他这句话啊 这个 这个原文的意思啊 讲得很有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对于这种 这种 个人关系严重错误 他觉得呢 这种是不太好的 对 个人关系严重错误 这个讲得很有学问嘛 是 但是这并不这个 妨碍他去工作 对 就是一个是道德上 因为现在国家党很尴尬 如果你今天呢 把Sarah从Invocago选区啊 要给踢出去 那Sarah就变成 独立的国会议员 可能呢 甚至如果Sarah辞职 整个Invocago要改选 往往可能 啊 补选 在补选的过程中呢 可能国家党就丢了一席 对不对 原来就已经啊 不够 那还掉一席 更糟糕 那现在呢 就跟这个Jimmy 在Botany一样的尴尬 你说Botany 现在是国家党的铁票区吗 那理论上还是 但是呢 这个现任的 在Botany的国会议员Jimmy啊 却是呢 这个独立的国会议员 对 独立的国会议员 对 所以呢 我们常讲匪文啊 就像什么 独药一样 政治独药 对不对 任何政治人物 沾了匪文啊 十之八九就挂点 虽然他现在比较坚持啊 其实回忆一下 就是哪一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新西兰的所有的政治人物吧 当他爆出丑闻 或者匪文的时候 没有几个 就是当时 好了我辞职了 就灰溜溜的走 就撑一撑 总是要撑一下 我不会辞职的 但是最多事隔一个月吧 就灰溜溜的不见了 对 你看那个Jimmy啊 在十月份呢 爆出来这些事情之后呢 到了没有多久 他后来呢 就去什么精神病治疗啊 什么一大堆 虽然呢 他现在并没有退出国会 但是属于独立的国会议员啊 在很多活动啊 他也频频曝光出现嘛 对 其实最近 最近你看到他精神怎么样 很好啊 神采奕奕 对神采奕奕 跟很多的人在聊天啊什么的 有没有粉丝跟他照相 有还真的有 真的有 是慕名而去的 去抓他的绯闻再去 对对对 想说看不照 以后没机会啊 我就在想啊 就是都出事都到这种程度了 他们还拿着国会议员的工资 是吗 工资不停发嘛 但国会议员这一部分呢 你如果没有被判刑的话 理论上呢 这个国会没有 不能拿掉你国会议员的身份 一般来讲就 你在国会议员任内啊 你有犯罪被判刑了 要去到监狱服刑了 那当然呢 这个国会会把你除名 对不对 好像要两年以上啊 还不是很轻哦 你说你小的犯罪行为都 还不至于把你取消国会议员 就是至少这个法院判 两年有期徒刑 好 那当然可能再加监禁或什么 但是要有两年以上才能符合取消你国会议员身份 所以说其实相比起来 虽然说在新西兰打工啊 我们都知道在新西兰打工其实挺好的 打工皇帝嘛 一般老板是很难炒掉员工的 那所以我在国会当议员就是说给国家机关打工 是给国家机关打工哦 说起来就是吃公家饭 吃公家饭了 对不对 吃公家饭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给老板打工 那如果你有点绯闻嘛 老板会说 这个 这位同学啊 你不要这样子啊 这样子的话会影响你的上班心情 对不对 那但是政治人物呢 因为道德标准就要比较高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如果说我们同样是找工作吗 我还不如去给这个叫什么国家机关打工 公家机关 公家机关 因为这个饭碗更硬啊 问题是人家要不要我们啊 就是努力嘛 对不对 我们就算了 就我要跟下一代说 你们要好好的努力 去找工作 找什么样的工作的当国会议员 哎呦那太难了 不然的话 我想我所谓难啊 不是说那个选不上 不是说你还是选不上 是说那份工作要做下去啊 对他太难 第一 其实这个做政治人物啊 基本上你就是公众人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没日没夜 每天呢 这个应付选民 这个家庭啊 各方面都要放弃 对不对 牺牲很大 算算算算 当CEO就好 当CEO就好 对不对 那不至于这样 那当然来讲 你看今天这件事情的延伸 可以看出国家党现在啊 其实存在的问题啊 从17年国会大选 到18年到现在 国家党存在的问题呢 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些绯闻 丑闻 实际上我知道华人的这个听众观众啊 大部分啊 选民啊 对于国家党都有一份 好像那种 都是蓝色的 蛮感情的啊 蛮有感情的啊 很爱国家党 那当然呢 这个也希望这国家党能够争气啊 不要说我支持你 你知道自己不争气啊 像福布奇的阿斗 那我们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你应该还记得刚刚开年嘛 对不对 那个当时工党 国家党内部进行了党魁选举 Simon对不对 Simon Bridges 成为国家党魁 嗯 好不好 回忆一下 我们一起来回忆 这一年来 Simon给你有什么样的 丰功伟业的 有没有做点事情 其实不求他做什么事情 但求就是不要有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这这一年来你说 我印象深刻就那11万彩旅费嘛 租的大豪华轿车 全国走透透 是 对不对 花了11万 然后呢 被媒体知道之后呢 他恼羞成怒 就这件事我印象深刻 是还真的是 就也没有什么别的 有啊 最近一个演讲 讲了大家觉得说 口香糖减税政策 跟当年那个工党的一样 抄一下 没有新意嘛 对 很可惜 所以说其实也快到大选了 因为你算算看 到这个大概是2020年的 大概10月9月就不一定 早的话9月 晚的话10月 最多到11月初 因为不会太后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惯例 但是放眼看去 在整个国家党当中 我们就在想2020 Simon能够带领国家党 去征战 这个挑战工党吗 在前一阵子 我们做了一项 这个网络民调 好像大家看来呢 都不太有信心 都不太有信心 认为Simon有把握 但是我现在发现呢 在这个整个当中啊 有一个人还蛮有这个明日之心的样子 那这个人呢 叫Niki Ke 你认识吗 就是一个教育部长吗 前教育部长 对不对 现在国家党的教育事务发言人 可是这个前教育部长 你认为 你知道我一讲你听听看 我们首先讲 在总理贾森大阿顿 够不够厉害 很厉害对不对 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他参选 两次在选区被打败 打败他的人是谁 就是他 Niki Ke Niki Ke 两次在选区选举的时候 击败贾森大阿顿 对不对 至少你看 他知道贾森大的弱点在哪 是 第二呢 在现在整个国家党呢 在那里乱招招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现在扭线的教育政策 即将进行教育改革 对不对 老师的怨言很多 一个大的改革 对 薪水加不上去 将来改革之后 校董会作废 对不对 等于架空了 贵而变成什么教育局之类的机构 让整个教育改革 要把整个现在教育制度 做一个大的转变 学分制取消 对不对 学区制也取消 没有学区制还在 学分制取消 就每个学校几分的取消 学区制还在 但是你几分都取消了 那个是补助款 以前那个分数是因为 比如说我预估这个学区 家长收入低 那我就给一分 然后政府就补助九分 如果是十分 那个政府是补一分 所以其实那个叫什么 低赛 越高的话 就是没有补助 越低政府的补助越多 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普通人的心目当中 送孩子上学一定是选那个分高的送 不是吗 当然了 这个有一定的原因 因为比如说这个家长的平均收入高 相对他的平均教育水准高 相对对孩子的关注度也高 所以大家喜欢往这种所谓高 高分学分制的学校 希望能够进去 甚至搬到这些学区 这也造成了学区房价格的问题 但是呢 政府现在把这个拿掉 它的补助的概念改变了 要老师回去问学生 说你们家谁在领福利 领福利大家来填个表 这个如果你们家是领福利的话 我们统计一下 我们就可以跟政府报告 说我们这个学校统计结果 有86个人呢 他们是单亲家庭 有72个呢 是爸爸失业 有65个呢 他们家是在领什么 还挺麻烦的 统计出来教育部一算算 那打多少钱到你们的学校 但有一个缺点会让学生啊 你小孩子会有自卑感 对啊 要把家里的 你在填表 同学一定围上来看说 哎呀 你是单亲家庭啊 哎呀 你家领福利啊 哎呀 我家我爸爸是做医生的呀 这样 这个小孩子的攀比啊 这个难免啊 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孩子 他爸爸明明是领失业福利 他写不下去啊 对对 对不对 但他又不写 学校拿不到钱 老师也知道就说 你写啊 你写啊 你爸失业啊 你写下去啊 对不对 将来就这种场面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说 你要尊重让孩子 在发育的过程中呢 不要有自卑感 因为我们教育啊 就是要建立孩子信心 对不对 平常就把他建立信心 所以就算考试不好都说 哇你很棒 你很棒 对不对 洋人都这样 洋人都是这样 对 考试不好老师说 非常具有发挥的潜力啊 你看对不对 就代表呢 成绩不好 如果成绩好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那现在的问题就教育改革 在这个时候 Nikki K 开始全国走40场演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哦 40场走完呢 虽然不一定能够搬回来 这个政府现在教育改革的政策 但是感觉到在野党有人啊 在做事 而且最起码能够让很多人 记住他的脸 这很重要 因为他年轻啊 虽然他20年 那两年多前啊 他这个不幸罹患乳腺癌 但是呢 经过半年多的休养 他身体又恢复健康 重新啊 回到了国会 我想这个健康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负面 对不对 另外唯一可能 还有一个负面 是他的这个 算是 这应该怎么讲 他继父的孩子 他继父呢 有一个弟弟 在犯罪 在美国犯罪杀人啊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 唯一可能对他的伤害呢 大家都能够包容 因为继父的弟弟 就算亲弟弟 对不对 那跟他是同一个爸嘛 理论上 对不对 他的继父 但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对啊 但在那个论辈论分上来讲 他们还是 都叫一个人爸 对对 他们还是这个兄弟姐妹嘛 好 所以这些都不影响他 所以我认为在2020年啊 大概这个国家党看起来 现在在台面上 能够带领啊 国家党去跟Jacenta挑战的 Niki K 还蛮有希望 算是一个种子选手 因为有些人讲 Judy Collins不是很汉吗 对不对 那个女汉子啊 那最近好像好少听到他的消息了 他有一个 有一个不能否认 他有个问题啊 你想我想你还记得 当年的喝奶事件 对不对 到上海出差 然后去到兰威乐公司呢 喝了一杯奶 然后说又香又甜又浓 从此呢 这个问题啊 被爆发出来 总理当时Jong Key就问他说 你去喝奶没有 他说 嗯 有啊 他说我是顺路 好过两天媒体很差劲 说哪顺路啊 他的旅馆跟那个 那个上海的那叫什么机场 那个兰威乐啊 是另外一个方向 他因为他是绕去的 好 总理又问他说 你是绕去的吗 他说嗯 嗯 是 对不对 那然后呢 这个讲了半天 后来什么又去吃饭了 又跟这个中国政府的 这个什么海关部的吧 吃饭 带着他老公 因为他老公是兰威乐董事 是 我这些事情 政商关节 就关系啊 有点复杂 其实对这个 Judy Collins来讲 比较不利 就是说其实他也是 麻烦很多的一个人 就不是轻轻白板的 他是个女汉子 但是呢 政治你如果要带领国家党 或者有一天 你可能成为总理啊 在政商关系上呢 你不能够就是太紧密 要特别的清白才行 就是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他老公呢 一直以来跟兰威乐的关系啊 是非常的紧密 兰威乐呢又是划伤嘛 对不对啊 一直以来呢 跟国家党的关系很紧密 每一年的政治现金啊 到跟Junkie打高尔夫球 还有所有他 他的这些事业 从那个南极小龙虾 他们家是进口中国最多的 对不对 新鲜的牛奶 像我们超市买牛奶 卖到上海 也他们家的 空运奶 很贵啊 但卖得很好 对不对 这个都是他厉害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 你政治人物啊 自己要知道 这些商人很成功 你不要往上贴 对不对 就是要有点黏又不太黏 这才重要 人家成功是人家努力啊 对不对 人家不偷不抢 日以继业工作 对不对 把小龙虾都卖到中国去 大家鼓励大家吃小龙虾 你看在中国 现在小龙虾卖多夯啊 比我们这样吃的都普遍感觉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政治人物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说成功的企业家 那是人家家的事 你不要羡慕 不要流口水 对不对 人家跟你说 我支持你说好 谢谢 就不要去人家家住嘛 家里房子整修 对不对 再不行去motel motel你想一天能多少钱 对不对 结果呢 一要去住兰威乐老板家 所以因为他们家装修 对不对 那个人叫Judyce Collins 你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不对 其实真的 其实这个尺度还挺难拿捏的 不难啊 因为是他的老公啊 他可能并不是以这个副总理的身份 你们家房屋装修 你去住老板家 老板不收啊 你当了部长差不多 对不对 但你自己要知道那个限在什么地方嘛 对不对 就算你老公 对不对 在兰威乐上班 那只能说是好员工 要去 也只是老公去住 你不要去住 对不对 你为了表示我是部长 对对不对 我要清白 老公你去 你跟老板关系好 我们家装修 老板说来我们家住 你去 我要回避嘛 我还得考虑我的政治仕途 不 我要做适当的 且可你别说 哎呦 他们家那么大 我靠 七千多万了 去感受一下 我去感受一下啊 那二十个房间 那不能这样子啊 对不对 老公你去 因为你是员工嘛 老板叫你去 你不去 老板会生气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老板下次叫你去 你要去 对不对 但是自己当部长了 就不能去 所以其实 David讲了这么多 我们综合一下 就是说 现在在国家党 内部找不着人 有有有有 就是这个明日之星 对对对对 但唯一呀唯一呀唯一的 唯一的 其他看不太出来 所以其实你看 从这个 工党上台以后 大家对 JC的很多的 做法和行为 其实也是 战域有加 好吧 我们绝对支持政府啊 我们支持政府 可是可是 可是 选民是吧 对啊 选民还是对他的 选民跟我们无关 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对对一些作为吧 就是也是不太满意的 但是那你说这边不满意 那边又找不出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2020年这场大选还挺有意思 你觉得选是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知道怎么选 你的意思是说 JC的胜德利的机会还挺大 挺大的 因为实在是找不着人跟他抗衡啊 就是他的对手太弱 对最起码人家不管他做了什么 还是没做什么 人家有一种 而且又当了三年的领袖 对不对 有一种领袖 对不对 你去参加外当一之前呢 先发个红包 八千多万 对不对 你说那个Simon Bridges去呢 外当一类 闷得很啊 他没钱发嘛 他八块五都没啊 他八千五百万 对不对 差太多了啊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2020的选举呢 到底结局会怎么样 现在呢 这个有点为之上早啊 但是呢 这个鸭子划水这件事情呢 是绝对不会没有啊 那大家就各凭本事啊 开始努力向前 所以Nikki K这一次呢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全国事实场 从南到北的教育之旅啊 相信走完之后呢 至少在倾听民意之际呢 对他个人啊 是加分 对 而且也充分的展示了 自己个人的形象 我虽然在野 但我在做事 我虽然在野 不会至高绯闻 是 对不对 印证这句话 对不对 不是说在野党 没事就算弄点绯闻啊 对不对 而且每次都被抓出来 没有他自己 自己说出来 匿名举报 匿名举报 好的 那讲到这里 我们稍作休息 大家会继续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